四哥大不朽之名曲 今晚的传奇人物 罗大佑 再再不在乎 死人和亲者 暗闪是谁 穿过你的黑 发点我的手 穿过你的心 今晚的传奇 今晚的传奇 若是这般的生情 若飘识转眼 成语言 搞不懂 为什么长海 我变成杀 她是全球华语乐坛 殿堂级传奇歌手 从1982年发表的 第一张华语专辑 《知乎者也》 三十多年的创作中 她逐渐占据了 华语乐坛 不可企及的 时代定位 她是一个时代的 音乐先锋 和文化标志 她是偶像的偶像 身为音乐人的她 更是捧红了众多艺人 她的很多歌曲 被奉为经典 传唱至今 这位传奇歌者 赋予了音乐 直达心灵的力量 陪伴了一代人的 青春成长 她就是华语乐坛的 青春代言人 罗大佑 大佑的旋律 语曲都是非常好听 还更尊重这个 音乐本身 原汁原味嘛 人味特别提 从内心释放出来的情感 是不用修饰 嗯 少设的风容 离开我的心情 离开我的心情 藏着的风容 有心意缠绵飘 穿着的灵 回忆下你的笑容 回首一半 终止我昨夜已操成 你无一平的心 时而能知笑大人缺 犹如昙花一切 潮洒的盼腹 你无一平的心 在人情表白 翻译着你 深刻的面空飘渤 我看到依然是原来的你 为何的缘 超似的风雨忍 你是我的双眼 看不尊的永终飘渠来的 遇上小路 未生已转 以后我尽少一半个 寂寞 未过一遍 大游哥 很多听你童年歌的孩子 他们现在已经大幅翩翩了 但是大游哥现在 潇洒吗 潇洒 你们爱他吗 谢谢大游哥 那今天待会儿 我们有六位实力歌手 他们也想在这个舞台上 用他们的演绎 想要超越你的版本 尽管超越 加油 大游哥 请坐上你的传奇音乐宝座 我们的六位实力歌手做了充分的准备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六位当中第一位 要登场用歌声向我们的音乐 和大游哥之间的究竟是谁 现在谁说我愿意第一个 我愿意啊 我愿意啊 周密会有害怕吗 我其实还蛮怕第一个的 我觉得第一个会比较好 你唱完之后你就放松了 不用折腾这么久嘛 对对对 你越到后面越紧张 看来喜欢周密的人真不少啊 周密开始紧张了对不对 我有点期待 周密开始紧张了对不对 要这样的话 周密我们在家就投你了 我只能说抽到这位歌手处于高潮提前到来 我相信他的歌声在这个舞台上会震撼到大家 黄妈你了 你们猜对了 黄西山 我觉得第二个可能是你 这位歌手 这位歌手 和大优格一样是一个音乐人 他和大优格一样也戴眼镜 他和大优格一样也戴眼镜 对 将生命赴给了你 将无不留给我自己 我将追求给了你 将无不留给我自己 爱的真言 这是一首罗大优亲自为邓丽君创作的歌曲 那是一个青涩的年代 传递他们之间的情谊 也许罗大优是想告诉我们 勇敢追求爱情 不惧彷徨 爱是幻想 每种飘落的过程 爱曾经是我 也许罗大优 也许罗大优 爱的真言 这次特别安排了他像一个史雷剧一样 整个编排他有点百老汇 比较经典的那种 我觉得我自己把自己唱感动 今天晚上希望爱的真言 唱出自己心里多年的想法 让罗老师觉得这首歌齐山唱很好 最近的大优老师你好 我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你的音乐 然后你的音乐一直陪我的童年 一直到青少年 给我带来无数的快乐 今天带来的是爱的真言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我相信绝大多数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在青年的时候 恋爱都是这样子的 义无反顾的爱对方 唱这首歌是因为 它是我心中不落的爱情 它扮演男生吗 它扮演男生 怪不得今天是这样一个 比较母汉值的打扮 嗯 我相信幸福给了你 将悲伤留给我自己 我将青春赴给了你 将随约留给我自己 我将青春赴给了你 我将冬天赴给了你 我将冬天赴给了你 一天留给我自己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 爱是永恒的顺利 爱是幻想泪出大落的过程 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我长春天不给了你 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我将你的美意留给我自己 却将自己给老一家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 爱是永恒的顺利 爱是幻想泪出大落的过程 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我长春天不给了你 却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我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却将自己给老一家 我将自己给老一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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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 你写的时候 应该是很早很早年 对这首歌他发表的时候是1983年 那我那个时候人处在一个爱情到另外一个爱情中间的一个历练阶段 我记得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喝了点啤酒然后咳嗽了一下然后很简单的就录了这个曲子今天在上海就是变成这样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这样一个jazz 你 你当初喝的是啤酒黄岐山喝的是鸡尾酒 不是 甚至是烈酒我感觉 他这绝对是莫德嘎 谢谢 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品贯 有请 我选择的《练曲》依旧这首歌 希望 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回想起你们年轻的一些回音 你笑脸 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祈祷那依旧时光 就怎么留着 《练曲1990》收录于罗大佑1988年发行的《爱人同志》 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国语主题曲 表达了一种对往昔岁月的追思 歌曲有着鲜明的个性 也不乏风淡云青的浪子情怀 这种情怀远远超出了小情小爱 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些看似语病 听起来却十分优美的歌词 带给我们一种莫名的感动 音乐 音乐 1990那个阶段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我在小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一个小孩 但是吉他真的是让我变得很有自信 他排解了很多很多我的寂寞的时刻 我真的压力蛮大 但是我就尽全力了 让我自己放松 然后全力赴得去表现这首歌 让我们有请品贯 大悠老师好 好紧张啊 我选唱大悠老师的这部作品呢 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叫做《恋曲1990》 我的青春期 在我念书的那段时间呢 这首歌其实影响了我非常非常的深 然后当初开始学吉他 也是因为大悠哥 因为想要学那些歌 所以才去学弹吉他 所以今天我用一个 自弹自唱的方式 来诠释大悠老师的这首歌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用心聆听 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这首作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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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 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寻寻觅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 黑漆漆的古枕边是你的温柔 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寻寻觅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 黑漆漆的古枕边是你的温柔 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 或许明天涯漫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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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 黑漆漫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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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孤单单的身影后 奇妙的心情 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永远不愿意 是我的双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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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品贯的演艺 我想起一部电影叫做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品贯自己喜欢今天的表演吗 有点紧张老实说 但是因为我觉得拿着吉他唱歌 这个是我最舒服 然后可能大游哥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是第一眼帅哥 但是我们拿起吉他来的时候 真的是无法打 其实我在唱这首歌 每次我在唱这首歌 我在练的时候我就觉得 有点落寞 就是我在我的青春岁月 那段时间我是有点郁郁广欢 因为我一直很想走音乐的这条路 但是因为在马来西亚 华人市场其实相对的小 所以一直比较没有机会 当我看了阿郎的故事 这个电影之后 然后加上这国语版的就是这首歌是主题曲 然后激发我很多很多 真的想要走音乐这条路的一种决心 但是太多太多经典的歌曲是 那个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那个青春岁月 对品贯的表演你有什么要评价呢 有一个共同点倒是真的 就是罗大佑唱的《练剧1990》呢 有台湾的那种飘泊的味道 品贯唱《练剧1990》 有马来西亚的飘泊的味道 唱的比罗大佑好 真的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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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他 这一位 这一位 他是一位纯爷们 哎呀 又不是他呢 你的 他在乐坛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对了 他们不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 让我们有请黑豹乐队 同年了 我小的时候第一遍听童年 我最有感触的一句歌词是什么 就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发现功课只做了一点 对 这也特不明 那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契合 我以前我妈把我锁在房间里面 就是为了我不让我出去玩 写作业 我家住五楼 我就会在阳台上写作业 看到有同学过来 哎 等一下 把钥匙扔给他 帮我开个门 然后出去玩 黑豹带来这童年会是什么样子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们改编的非常非常的轻柔 而且香芹版 然后就是 轻柔 对 香芹版那您就不用上去吗 我用 用你用的铁刷 然后又轻轻刻边 这是轻轻刻边的那种 来 五位哥哥 吃糖便 容易无想 吃了在神仙 朝的夏天 朝长便 举鞦上 只能蝴蝶 停在上面 沸白上 到石堤分屁 《爱在拼拼失去》 感到懈个不停 罗大佑曾说 童年这首歌的歌词 反复写了四五年 歌中关于无忧无虑的 童年时光的描述 使之成为描写灿烂童年 最为经典的中文歌曲 我的童年就是 什么事干起来都特别的顺心 我的童年不是很开心 这首歌的旋律 弹奏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清新的感觉 一下把我带来到 演奏的时候也挺有意思 今天那时候很放松 必须很活跃 活跃就像今天的照片一样 我们给乐队打个气吧 斯科纳不朽知名曲 让我们有请黑豹乐队 大佑哥你好 今天我们选择唱这首歌 是大佑哥的童年 在排练的时候 跟往常很不一样 这次好像能够回到了 我们的学生的时代 感觉我们是同龄人一样 身边这几位的哥哥 我们在一起排练的时候 有那个状态 特别像我们北京人说的发小 就特别有默契的那种感觉 我非常的非常的珍惜这种感觉 我觉得它特别能够感动我 非常的温暖 今天带给来到这儿的每一位朋友的这首歌 也是发自我们内心 如果说大佑哥是我哥哥们的青春 我哥哥们的童年的话 那黑豹就是我的童年 所以一起嗨吧小伙伴们 一起回到童年 你准备了吗 他不是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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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Black Panther Showtime 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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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l you yes up give me the process sure yes yes s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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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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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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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声的声音 好热 是我心里的最深的帽子 我的鸡 我的双致 怎样拥抱你的存在 从我初次遇见你的面 从我的心 我的双手 怎样拥抱你的存在 My love 夜下浓窗 生命逐渐苏醒 夏后太阳将会升起 照耀归去曾经来 永远牵着 我的梦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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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人要很细腻 让心里才能够带出这歌的感觉 刚才 比比唱完 大佑哥轻轻鼓掌的时候 脸颊上泛起的笑容 不像在看女人 像在看女儿一样 好像我觉得这首歌 打动到你的大佑哥是吗 这是我的情歌里面非常非常冷门的一首歌 是在1988年吧 我记得1988年 在一个录音室 我那个时候在香港 办一个很大的派对 然后有点喝醉酒 然后就发生了一个蛮浪漫的故事 蛮短暂的 蛮短暂的 但是一直到天亮 这感觉发展大概有半年左右 但因为相对于其他的感情 他就比较短暂一点 所以这个歌我从来也没有唱过 没有唱 我没有唱过 比比你有没有觉得 你是大佑老师的之一 没有我只是觉得 有点小尴尬 不尴尬不尴尬 不尴尬 不尴尬 是一种真情嘛 你觉得比比特改编 他更大方 而且很大胆 这种没人听的歌在像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舞台里面 它是危险的 因为不容易从观众的呼吸 跟观众的现场的感动里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共鸣 但是我们在唱完以后 然后现场的感觉 真的很有新鲜感 对 很打动人 对 因为其实 说真的 每个人 然后都 会有 就是会走过青春 然后 我觉得青春 对于 我来说 然后 然后 会有很多迷茫 然后也会有很多 挫折 但是我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 谁没有 梦 梦很重要 我觉得所有的歌曲 所有的艺术作品 其实都在启发一个梦想 让所有 辛苦 工作的所有的人 得到一种启发 让明天更有希望 梦 真的真的很重要 究竟是谁会先登上这个舞台呢 你感觉到你自己的吗 还没有 你感觉到你自己的吗 我感觉是他最后一个 差一点点 是紧接着出场 大佑哥的 这个很多好歌里边 有一首歌 非常的好听 叫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你吧 平安 但是 我觉得真的是很悲凉 因为 他的手 摸不到一根头发 好啊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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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去把我摸的时间都完 加油 加油 今天的话 其实我是选的 《滚滚红尘》 和《闪亮日子》的一个结合版 爱去人去 总实在的人需要 分一分 去一半 去 爱恨的情不足 我 本音属于你的心 爱依然 附近我胸口 为之为那城市 转目 眼底面 恐怖的 帆云 浮于手 来一来 只能去 休息 在的人 是要 分一 《滚滚红尘》 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可能大家看过 今天的演艺之后 会发现 跟平常唱歌的一种方式 还有表达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通过 这首歌曲的歌唱 我想大家 会在这个滚滚青春的当中 去找到一些 你曾经遗忘的 闪亮的日子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 第五位歌手 平安 哎呦 好多 天总 我现在只要看着 跟这儿出去不一样 是不是 我记得 在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 他们 根据他们的人生经验 让我选择了一个 做会计的职业 那时候呢 我就是 白天上班 晚上在酒吧唱歌 后来演变成 白天不上班 晚上继续在酒吧唱歌 这是音乐 让我能够继续走下去 所以下面这首歌 就是献给 过去青春和现在的 滚滚滚红尘中 那些 闪亮的绿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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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是不愿走的你 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这是主持人的活儿啊 我说我也在想啊 这样我也可以啊 来啦 来了啦 谢谢啦 来来去 来来来去 我唱一首歌 古老你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 你慢慢地分 是否你才记得 我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 灿烂的岁月 那充满希望 灿烂你岁月 那少年 那少年不禁止的我 那少年不禁止的我 我曾经 曾经善良的岁月 滚滚红尘里有我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 比云 跟随我两地 我 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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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改的很好 混合的还是很特别 很巧 没有想到他可以处理 这个有点摇滚的东西 唱得也非常到位 我唱得很好 虽然平安没有头发 但是平安有种 居然可以把 滚滚的红尘 和闪亮的日子结合在一起 而且居然可以在台上 脱光了 没有 脱掉了西装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台上看到过 你这么 就是疯狂放肆的表演过 哪个是真实的你 你是不是以前装了 装了那么过来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对 其实滚滚红尘 和闪亮日子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两首歌之间 有一些跟我相同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我在大学当中也是 组建了很多摇滚乐队 那后来呢 就是因为很多挫折 因为很多的原因 把这种摇滚作为音乐形式的东西 慢慢再放弃了 因为我的嗓子可能也不适合那么硬的东西 但是呢 我想这个摇滚就变成了我一种精神状态 时时刻刻都可以在唱歌的时候 去表现出这种态度 这种精神 我们已经完全感受到你的音乐的疯狂和执着 大佑老师 您的很多歌都让我们想起了青春的感觉 或者是触动我们青春的记忆 您怎么理解青春 青春 青色春天 它是闻得到 有点像是树叶长出绿芽出来那种感觉 它有颜色 它有味道 它有触觉 嫩的 可是它有勇敢的 它是无畏的 它一定要冒出来 年轻的时候 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音乐的那个梦想 这样 所以对音乐的那种 就像爸爸妈妈都不赞成 你家里不喜欢你做音乐吗 所以就是得做出个成绩 证明给他们看 对 这就是一种态度 对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音乐人 那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周密 啊 现在还蛮期待以后要上台唱 今天选这首《野百合有春天》的理由是 想送给我的妈妈 你可知道我爱你 像你愿意面与的事情 永不变 难道你不准回忆 都想在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苗脸 开放着水中 娇艳的水线 别忘了想孤立 寂寞的角落里 《野百合也有春天》 《野百合也有春天》 被翻唱四周最多的中文金曲之一 世事虽潮起潮落 这首歌却大浪淘沙一样 留在心头 轻盈嘴边 在不同的时间段 反复琢磨 又总能体会到 一重重以往不同的味道 记忆中那样熟悉 因为我出道到现在已经五年时间了 刚出道的时候 会背负很多 大家的质疑和不好的声音 所以 我没有让我的妈妈 能来到现场 看过我任何一场演出 因为我担心 妈妈看完演出之后 会担心自己的儿子 到底 Obo OK 今天 对于我而言 是另外一种挑战 大家好 我们是Super Junior 我们是Super Junior M&M 和 J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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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朽之名曲 重塑经典 超越期待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 最后一位歌手 J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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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戴老师好 Jomy 我是Jomy Jomy 我来自Verriage Jr.M组合里的中国成员 Jomy 我去韩国七年了 然后在韩国培训出道 但这些年里面我一直有个遗憾 就是不能唱歌给我的父母听 我从来没有叫他们来过现场听我唱歌 但是今天呢 我很开心选到了一首 我代表老师非常经典的歌曲 《野百合》《野百合》《春天》 这首歌曲是 我的母亲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 我要接着我们 不朽之名曲这个舞台 尝这首歌给大家听 希望你们喜欢 仿佛如同一场梦 我们如此等在相逢 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揉揉 垂入我心中 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 其中那样熟悉的笑容 你可知道我爱你 像你远离念你 深情永远 难道你不曾回头想象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远离念你 就算你远离念你 还放在江中 娇艳的水泽 别忘记录音 别忘了山谷里 寂寞的角落里 请当你说你远离念你 无人间 无人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 你可知道我爱你 像你远离念你 深情永不变 难道你不曾回头想象 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远离念你 就算你流连开放在水中 昨夜的水泽 别忘了山谷里 寂寞的角落里 也百分也有春天 耶耶耶耶耶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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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远离念你 深情永不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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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泽 你就远离念你 至于你留意念醒 小 actor 昨日的誓言 风想起来了 想起来 不过去你 half work 即可 were you 愿成了 sendiri 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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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情永不変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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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傷苦寂寞的角落 別忘了傷苦寂寞的角落 別忘了傷苦寂寞的角落裡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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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 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 罗大悠老师这首歌 我现在出道五年了 我让他们就是 来到现场看我任何一场演唱会 一场活动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儿子 现在还不够完美 我妈妈快过生日了 我想了这首妈妈最喜欢的 野百合油春天 大悠老师没想到 你的野百合油春天 可以作为一个儿子的生日礼物 幸好她的妈妈 我很开心我们可以这样发光发热 因为流行歌曲 当然会觉得流行歌曲好像很容易 其实流行歌曲是不容易唱的 因为太多人在唱流行歌曲 恭喜 欢迎来到斯科达不朽之名曲 本节目有百年欧洲传奇经典 不朽品牌上海大众斯科达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这些歌曲串起来 倒是很好的一个场景 在童年的梦里 我们野百合找到了春天 然后当我们醒来的时候 滚滚红尘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闪亮的日子 谢谢大悠老师带给我们的 每一段闪亮的又音乐的日子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 大悠老师走上舞台 带给我们他的另一首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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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